我常常谈到三贯顶 有时候大家误会 因为所谓的智慧贯顶 是属于 内贯顶在得成就以后 它才做的这个智慧贯顶 那么这个智慧贯顶 不完全属于是 双深的贯顶 不完全属于是 三贯 大家以为三贯 三贯 只有就是无上密的贯顶 那无上密的贯顶 它包含很多 不只是包含双深的贯顶 另外还有别的贯顶 还有别的种种的配 给这方面 那么除了双深法的贯顶 也有单身法的贯顶 也有一个身修行像中卡八 它就是单身的修法 房教的主食也中卡八 它是没有修双深的 它是单身成就 那么很多都是单身成就的 不一定是要双深成就 双深是属于度人成就 度人成就 也是比较快的 一个成佛的方法 是度其他的人成就 但是也能够比较迅速成就的方法 是这样子 所以单身一样可以成就 也一样可以成佛 所以三贯无上密布 那就是等于是很高的一种修行